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说年龄 80了 我以为你90了 肯定没有 他家说 我不行 你真要公布年龄吗 可以公布年龄 我不信你咋80 快80了 他的阅历到80了 马爷你觉得按照年龄 联合国的年龄标准划分 你现在感觉自己是属于什么人 联合国一会一划分 我不知道他最近划分成什么样 你首先承认你是老人吗 我还不大承认 我觉得他按胜利指标 我认为一个人不能自由的离地 就算是老人了 你不能跳起来了 您现在蹦来挺高 我觉得真是这样 一个人不能自由的 按照你的主观意望 你不能跳起来了 你肯定是老人了 下一个标准就比较惨 你不能自由的移动了 你必须要依靠轮椅什么的 那你不是老人 你是什么人 中年人 中年不算 你也有点不好意思 是老男人 对老男人 这不是有一词吗 老男人 联合国关于老人呢 有个细分 其中最年轻的一档 叫做年轻的老年人 玩这个游戏 没有什么意思 那中间那个呢 是不怎么年轻的老年人 最后是实在太老的老年人 第三个叫长寿老人 这像一百岁 所以说呢 咱们就说从生啊 从马爷这一生啊 是打打 半生 这一生日老有制造词的意思 对对对 不是 是要给一个人制造词 没有这个人呢 就没有马爷 你说所以这个缘缘分之巧啊 也就在这几天呢 有一位高寿的老人过世了 马爷说是谁呢 是当年林巧智大夫的这个高徒 高徒 就是马爷的接生婆 叶惠芳大夫 把你迎接到这个世界上 而且活了101岁 对 哎 你看他最早是协和的 对吧 协和的 创立协和的那个洛克菲勒 这这几天去世 也是活了101岁 哎 我为什么要聊聊这位 这个马爷这个接生婆呀 主要是他把照片给我一看的 我没想到 惊着了 惊着了 你可以看看啊 这这这这位大夫 人家是天生的 哎呦 你想一百年前这气质啊 这气质 是 今天第一人没有美图秀秀啊 不用屁 也不用去整容 人就长成这样 我的接生婆 40岁那年 接生的我 哎呦 您怎么长得跟人这么不一样 而且当时的这个协和医院 我听说是 当然林巧智大夫 最后他也是一生畏嫁 嗯 就我不知道 至少在前半段 是跟协和医院的某种信念有关系 对对对 当时他们这个跟教会医院嘛 他要签一个协议 就是放弃人生的个人的追求 追求大爱 这医院好像特别是最有名的那些大医院 就基本上在这个社会历史上都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对 你像这个你像这个协和医院是外头进来的吗 这个对中国社会改变 在香港东华医院 嗯 就是特别了不起 是当时第一个 其实在香港的华人组织 它不光是个医院 就是起到了整个当时怎么组织华人社会的这么一个 而且第一次是中医可以在这个华人医院里面去刊定 所以你讲这个好的例子啊 让我们感动的这些个爱啊 我就不禁想起啊 咱们这个今天要说说个不好的事 就是又一起这个事 让人觉得呃 太难过了 就是在这个什么号称发达第二大经济体啊 的中国呃 特别是我曾经生活过的广东 是吧 你就发生这种事情太讨厌了 就是呃 什么呢 一个患了自闭症的少年嗯 十几岁叫雷文峰 嗯 那么他呢 最早呢 是在118天之前 嗯 在深圳呢 走走失 嗯 走失呢 哎呦 你让他爸爸 那个寻找 往往就跟他差了一个小时 嗯 然后这个孩子呢 可能是凌晨 有自闭症 有自闭症 凌晨四点 从家里床上不见了 嗯 大概就走走走 我现在分析他有可能自个儿就溜了溜的 自个儿从深圳呢 溜达到东莞去了 嗯 嗯 结果溜达到东莞去被东莞那个有关救助机构找到的时候发现的时候呢呃 先是送的东莞的有关医院嗯 因为就是说他那个脚烂了嗯脚都烂了有这个渗出你看送到医院也治了治 然后呢 他们说这个一路啊呃都提供了一点点的你不能说他们不作为 比如说派出所就是说哎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啊或者你什么 但是因为派出所他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嗯 可是当时派出所也没查出来说也可能有重名的吧 那么主要是把他年龄就断错了把他当成年人了嗯当成年人呢 首先这就失去了对未成年人规定下的有关保护的这个呃规定 然后就把他送到东莞的这个救助站嗯 然后呢 东莞的救助站哎 今天来了说这人好好的第二天又送东莞的另一个医院就发现身子身体还是有问题 可能是治好了他的脚 最后呢 到了东莞救助站之后呢 这个 东莞救助站按说按照一规定 你看这个里面一路咱们按说都有规定 比方说啊 他爸爸早就发了这个寻人启示了 嗯 网上也应该能见得到 嗯 这个按规定你这个救助站 你发现24小时 比如说这个人没有查不到身份 嗯 那么你就应该有很多比如说网上的那种救助的那种寻亲网站呢 嗯 很多个那个端口你都可以发放这个信息 但是呢 他们做了一点点说我们给当地电视台啊 嗯 播了30秒广告播了三天 嗯 那所以也没见着 最后又从这个救助站呢 给弄到一个现在已经被关关了的地方 有关人就得受到查处的地方 这地方将来查起来我觉得不定多黑呢 你知道吗 这是更黑的一个地儿 就是韶关的一个叫练习抚养中心 新封县的 嗯 这就属于当地民政部门啊 给你出人头补贴 所谓社会办这个脱养 嗯 然后呢 这里边现在就说已经都转移了 嗯 这里边脱养这700多人 成年人和未成年人脱养在一起 原本就是个看守所 那个水泥大炕 就是那个 这孩子 就是最后是从这个脱养中心 被送到医院 急救 然后呢 说什么病死的呢 伤寒 他们讲 医生就讲伤寒很主要的一个病因是饮食物 嗯 或者饮食 饮用水 不干净 嗯 而且呢 你看看他这个照片 你看这个照片 就是呃 这是发出的这个寻人启示 嗯 雷文峰 你看 嗯 然后这是他父亲在朋友圈里 嗯 这个孩子 他父亲又干了一件糊涂事 就是孩子已经这个草草火化了 所以呢 更进一步的这个孩子身体上到底遭受了什么待遇 我们也缺乏证据了 这就是那个抚养中心啊 练习抚养中心 里边两道大铁门啊 呃 这个就是有关的登记表格了 你再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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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就是 他们呢 给我找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咱不适合在电视上边放啊 就是说这个 这个雷雷文峰啊 他这个尸体的这个 照片 嗯 他说他爸一看见就崩溃了 说我这孩子 130多斤的体重 嗯 他最后死的时候就叫骨瘦如柴 而且呢 呃 我没有证据 我只是目目测 我看这张照片 我个人得到的感觉啊 所以我觉得真是不应该火化 我怎么感觉好像 有没有被虐待的痕迹 你火不火化 我不敢肯定 但我看那个照片 有没有被虐待被打的 甚至是这样的痕迹呢 这种事情呢 其实不是孤立 我们前几年都看到过类似的 呃 我记得好像也也有一个类似案例 那个家长就是 就是不能看到这个遗体 因为遗体太惨不忍睹啊 我们现在这种救助机构呢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真正能纳入到 这个国家正规的体系 你比如这种托管就有问题 这这机构算什么呀 我看到新闻了 明白呢 啊不 对你明白 谁来去监督 他好像说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 也不死了多少个人 对 就死亡那个速度太快了 他有人监督 他有人监督 这个新丰县殡仪馆有数据 嗯 你说这玩意这是杀人的地儿 就是说49天之内 嗯 有记录可查的 从这个练习托养中心 送来的死者是20人 对 有人说去年 可能死的达上百人 所以你说要不要做这个实检 那要如果能做到 当然你有更确凿的这个证据 那现在如果不能做 你从这数字一定看到 肯定有问题 而且他现在 你看到咱们就咱过来就这样 他要真出的事 大家都关注吧 你也不用拿出来证据 已经关了嘛 之前没出事的时候 就没人管 而且其实他这个地方 已经被警告过很多次 他不是没有人来监管 有警告过 一直知道他有问题 警告过很多次了 没有用 这就是典型的咱们今天的模式 就是你到最后一查 多次下令整改了 这个早就知道你不合规定了 早就知道 结果到最后 这彻底鬼 就得死人了 就得怎么着了 你就得死人 所以我老是说 那我就是我不明白 就这类的东西 为什么要就是要民办呢 那钱哪去了 比如说政府力量不够 好 咱们前些年就找这么一个 然后比如说民政局说呀 一个人头660块钱 对呀 那么你呢 办这个 就算是政府 向社会购买服务 政府给了钱 本来有人说呢 这也是一个路子 但是你靠谱才行啊 不是问题是 他这个中心是盈利的吗 盈利啊 他赚钱呢 赚钱 他有盈利 我们先说性质上 他是盈利的吗 性质上是盈利啊 一两百万 有这样的传说 问题就是出在 像这样的机构 本身不应该盈利 然后你让他办成一个盈利的 然后钱又很少 660在今天 肯定是很少的一个人的费用 那肯定会出问题 可是多了人 他人多了 他就赚钱 而且是什么呢 他里头 这个背后就很复杂了 还包括他里面 这个产权呢 这个股权怎么怎么样 里面就有一个 就讲到是后面 还是有官员的影子吗 有 对 有个官员 他其实介入 就是这个制度当中的人 他才知道这个制度的漏洞在哪 他看到这个漏洞 然后如果没有人监管 或者说监管不利 他肯定去赚钱 对 这法人代表已经消失了一两个月 没有了 出事的时候 然后呢 这个里面很明显的 就有这个当地政府干部的关系人 介入到这个脱养中心的财务 是管钱的 你说这玩意 对 所以我一直觉得 就中国这个救助体系 我们就讲这个救助体系 中国这么多年的慈善呢 都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势 就是有钱人拿出钱 在危难时刻 比如地震 水灾火灾 疾病等等情况下 有钱人拿钱 这个做一个姿态 比如上舞台上拿一抄的个的支票 也不是怎么兑换的 这么晃荡下子 然后呢 居高临下的去救助 这个救助呢 无助于整个社会的这个救助体系的完善 而且一出事 我们就做这种慈善晚会 开始捐钱 但这个东西一过去呢 这事就没了 尤其像这类事情 这类事情不像地震水灾 那么那么刺激 那么集中的报道 它都是一个一个单个的 所以呢 就变成一个没人管 也没有更多的钱来救助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再弄出一个要赚钱的人 那你肯定出事 像他这种人 就是我们其实也很多企业 讲到这样的人 就是他们属于社会上的边缘人 他本身他有这个自闭症 或者有的人是有这种滞胀 或者怎么样 他本身就不是一个完全能够去行动的人 那么这样的人 社会怎么对待他们 他们你想 这个社会上应该有很多张网 这张网能够接住不一样的这个群体 那么他这个最后一张网 我们现在看到是像这样的 是个破网 是个破网 其实一个社会怎么样 救助边缘人 才是这个社会的机制 是不是真的是完善 其实我们现在更多看到的是 特别光鲜的 这个社会的中间力量 咱们的这个中产阶级全世界最庞大的这个厉害 你要什么都有 你看北京真的 我觉得要什么都有 可是呢 你对这些边缘人是怎么在救的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去下广告之后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应该向这个新京报致敬 你比如说现在这个事啊 有人也写这个评论 这几年我就注意到了 媒体的情况在发生变化 你看美国好像前一阵有个电影讲的就是这个 就是说现在过去 比如说这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或者这种大的电视台 美国这种重要的新闻 像美国六十分钟 他就是专门有一个纪录片的这个团队啊 深入现场去拍 但是现在今天这社会 一个微信公众号 记者啊 都辞了职写微信公众号去了 但是呢 过去报社的这种深度调查 严重萎缩 现在你比如说 我记得前些年中国这个矿难 包括那个新京报 包括那个南方都市报 当年这个孙志刚事件 你知道这玩意儿 你不能拿报社赚钱来衡量 他有的时候你这种权威的新闻媒体 就得干 就是说他需要一定的投入啊 去做一个不是这个人云亦云的 道听途说的 哗众取宠的 而是真的去深入到现场 做一个深度调查报道 这个我就现在发现这件事将来 这个 中国就是这个 从中国到世界 我觉得黑暗的角落会越来越黑 就因为啊 我发现这个媒体的变化啊 从中国到世界 好像都是共同的 有这么一个趋势 就是外国的新闻人 现在也有这种感慨 就是说你比如过去 非洲出了个大屠杀 我们可以就去了 只要有量 他为良心报道 为良心报道就去了 像你跟他们过去的战争报道就去 他说现在这个CEO就是说 你派一团队上非洲去 那玩意儿又危险的 花多少钱呢 还不如现在这个微信公众号 你转载一下不完了吗 对 其实我就昨天看 关于这个事件啊 我在看 特别有 就是特别有趣 就是好多媒体他都报了 包括那个央视什么 全都报了 但你仔细看 报的内容都差不多 对 基本上没有超出最原始的那个报道 他也 现在他也很难弄到 就这种 你看他马上就封门 可以跟进很多事情 因为他这里涉及到多层因素 第一层因素是他自身的 这些人肯定不愿意让你知道 第二层因素呢 是因为追责一旦下来 是层层追责 这个追责从县里 乃至追到省里 那么从地方的 不管是不是保护主义 任何地方都不愿意把持继 是不能报到跨省 报到是不可以 那就一层一层的舞 能够 大家都熬着 大家知道今天的这日子 只要熬过十天 什么事都变成小事 对不对 就这么熬着 所以大家只知道一个皮 不知道它个深入 而且我一直 刚才我在讲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 不是我们今天就作为一个新闻 由头是说一说就拉倒的 中国的这个底层的救助体系 到今天根本就不完善 你不信你既然碰见一个人 你把他往哪儿送 你往哪儿送 来了人 有人还会认为你多事 而且很多流浪汉 今天中国有很多流浪汉 不愿意去 流浪汉是一种生活方式 并不一定是 这个人说我 无家可归 他有家 他不愿意归 我们家门口就有俩流浪汉 天天吃的好着呢 有时候比我吃的还好 他买盒饭 他要钱 他说过道理 每天天一暖和 他们日子特好 晚上我亲眼看见他 开两瓶啤酒 自个儿喝饭 吃完白天就去要饭去 那个是另外一种人 对 那个是另外一种人 对 他就是一种啊 可是我们说来 我觉得还是一些很不幸的人 他们其实没有办法 天天开开啤酒喝 他那个 其实我就说 以前我刚到那个香港的时候 包括去一些这个西方国家 我第一个印象就觉得 为什么满街都是智障 还有那些这个残疾人 我以前我 后来我发现是为什么呢 就说他们那些国家呢 他的公共设施比较这个 就比较这个完善地方呢 他你 你这些人 就是很不幸的这样的人 天天有缺陷人 他能出来 咱们好的地方 其实他是没办法出来 你这个残疾人 这个通道啊 或者说你智障的人 就你有没有人跟着 这等等 他那个出不来 而且全社会也不太耐烦 就你比如说 就你在香港 你看着那个 那个坐 就坐轮椅的人 他要坐这个公共汽车 这司机得停下来 给他把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平台啊 就是向那个台阶给打开 全社人等着 没有人敢说什么的 那咱们这样就不行 就是特不耐烦 但问题是 你怎么样 让这些人出来 他有保障 其实但我也在想 什么才是一个 最完美的保障制度 你其实也不是 光是中国的问题 你比如说你在美国 那个ObamaCare 他就想保护更多的人 那在美国 好多人看不起病啊 好多人也是这个流浪汉 也就是这个 莫名其妙死掉 那怎么办 他就搞大政府 让你们每个人 都要去强制你们去保险 那很多人就反对了 因为他强势到特别细 就是你 你不光是这个 你要花多少钱去看病 你包括你卖冰淇淋的 你冰淇淋上 你这个含糖量是多少 那你得写出来 因为你这个就是变成说 我这个东西健不健康 对吧 关系到我这个 要的整个 这个体系 那大家就反对 那这个唐华普上来 不是马上就废除吗 那他们不要这个大政府 那很多人就羡慕说 北欧 你说那个瑞典 他们这个特别好 说这个大家都有保障 可人家交的税多高啊 对吧 你交很多人都税 才有那样保障 我们税不低 对 咱们税一点都不低 只不过不知道都用哪去了 对 咱们一个问题就是说 咱们现在基本上 已经是习惯了什么事 咱靠政府全部去养账 那你现在问这些 骂这个 这个退养 就是退养中心的人 那你说 咱们再多交点税 或者怎么样 让这些人都有保障 行吗 我估计大家都会说 关我什么事 就你真要他交钱了 可能他没有这个心理习惯 说这个社会是大家去帮助的 但是你要说这个政府啊 我觉得政府注意什么 不注意什么 他容易忽略什么 你从很多 你得承认没有任何一个政府 能够管到所有的事 你得依靠一些这个社会力量 对啊 有人就说本来说这是好事 就是说政府拿出一部分钱 向社会购买服务 这样那个形成多层次的 这种救助体系 对吧 但是我现在老觉得啊 就是你比如现在 就是说很多时候 咱们讲法治 法治是最重要的 对吧 但是呢 我现在也往往看啊 我看人老看用心 我现在发现 我也比如跟你合作 没合作 你拿来一个合约啊 有时候我就决定不跟你合作了 为什么 不在于你的这些条文 而在于啊 这个东西啊 你要看出对方的用心 用心 他如果用心不良 就是跟你啊 不是心往一处想 这事我告诉你 条文上 规定上 比如说他们就 我跟你举例的 东莞市政府 420万 他要说人家就新情报 这讲了吗 东莞市政府420万 做流浪者服务 但是为什么救不了一个 自闭症少年 因为你就知道 他用心在哪呢 他这420万 比如给这个救助站 你看底下签的这个工作任务都是什么 你要在那个主要干道 红绿灯 显要的这种城市面子 城市面貌的地方 发现这些个流浪人员 乞讨人员 你要驱赶 驱离 是做这 你明白吗 就是说他已救助的这个 实际上他说 我这城市 你不能有这些人乱七八糟的 在这给我影响市容 我告诉你啊 这事啊 刚才就已经说说政府不能管太细啊 不能管 这是我们今天的政府 我们过去的政府 因为我走过来 我都80岁了嘛 我走过来的人 我知道哈 我们在呃 76年以前 中国是看不到这个现象的 每个这类的人全都有基本的救助 一定比今天好 真的吗 那当然 那张著名的照片 那个上房者 你怎么出来的 当时你在农村 就我在农村待过吧 你看到的任何一个流浪汉 马上就有人管 不可能他在那流浪 你当时在76年以前的一个人的流浪是不可能的 你每个人都 就就是你是个傻 就是智力有缺陷的人 你也是有户口的 那时候的 人反而比今天多一份爱心 我是经过 我是看过 就是个人和体制都会有人管 绝对没有一个人能饿死在路边 不可能有这事 那个时候的人跟今天的人状态是不一样 今天第一 第一反应 包括我自己 第一反应 就怕沾上事 因为我沾上过事 我看一个人摔的摔的满脸花 我上级 只要拉上他 后面的事就全都说不清楚 因为所有人 只要他只说是我把他碰摔的 那所有人都认为是我碰的 我们的社会心态就是这个状况 你不最近有一个什么CBA的一个篮球队员不是去救助吗 救助完了以后呢 那人马上就说是你撞的我 然后幸亏有一个摄像 要没一个摄像根本就说不清楚 谁也说不清楚这个事 所以整个社会心态变得非常的坏 这些就是流浪或者说这个就是这种你说有缺陷啊 就是有智障的 尤其现在这种自闭症什么就越来越多 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越来越多 这一部分数字庞大 社会有点就是有点支撑不住 所以你这个制度你再怎么建立想让这些人都得到良好的救助 没有用 我们就说刚才一开始说的这个叶惠方大夫的一句话 我看到一个报道 那句话让我深受感动 他怎么说呢 他说再好的医术也抵不上爱心 这说的 您说的 这就是这个事 你再好的制度 你抵不住一个社会的爱心 如果社会没有爱心 全社会丧失爱心 这个是什么制度 就是你说的 千条也百遣 对 没有用 他送到 那边需要广告 枪枪三人性广告之后见 一君 我就说他 你即便现在有个人看见他 这个走势少年 那他能怎么办 把他送到某一个机构 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力了 好了 送到这个机构 咱有这机构送不是没有 但问题 这个机构里头的人 我的天哪 他们就是怎么能赚钱 怎么来 把人就是捆在里头 就不太有说吗 有的人 他没办法照顾那么多人 就捆在那 不让他们乱动 又不给 他可能他有病了 他哪都化浓了 也不给治 这我就觉得人都已经看不见 人不是爱心的 就良心都没有了 对了 而且就还有一个什么心呢 我就觉得就是办事啊 咱们这个 我就要说民族啊 我就觉得这种 办事办不到的结果上 你看前两天 我还跟他们讲 我就跟我们的年轻人讲 我说 我说这个 在任何一个工作环节上的人 你都要考虑到叫结果横量制 你知道吧 比如说很多一个编导 你考虑的不是节目最终的效果 你剪片子的时候 你考虑的是 哎 我这个环节完成了 我就不管了 这个 往往我说你最后你你你你做不大的 为什么 就是在于你这个一个事 你要去办 就得有效果 这是就发财就叫利不到不为财 那你对于工作来说 比如说就像人家东莞这个说 你为什么不把他的信息上网啊 你为什么光上个电视广告 你把他的信息上网不早就知道这孩子在哪了吗 他说啊 给领导上网这个什么数据量比较大 需要我们需要等分批分批的 慢慢来 你当你在这样想一个事的时候 就是咱们就说老话就叫官僚主义吗 就是 他就是给他领导做完 这个就说我这个动作我做了 你怪不到我就行了 对 其实就是因为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文化当中 个人主义是非常少的 个人主义不是说你很自私 而是说你要去负责 你把自己当成一个完整的人 想我做这件事 我对这件事情要负责 我是把它 我当做一个主人来想这件事 但我们现在基本上是这个奴才主义 就一步步 我跟我上司有交代就行了 哎 我现在发现过去他们管这种 叫人的异化 就所谓叫工具理性 就是每个环节上的人呢 他才不管你最后孩子死活呢 我没责任 我我我我就管给你登个记 我登记了啊 至于找着没找着 我没事啊 你看都是这样 按理说今天已经比过去容易涨了 因为有网络 网络这个这个 从信息传播的角度上讲 是非常变得 这次就是命全一线 他只要上了网 孩子9%就找着了 对 我们等下来 我们都可以说 谢谢你 在这边 我们都可以给那两个人出品 就等于同一层 我们都可以说 一顿都有